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山寺西元1738年建造 那是清乾隆三年 距离现在已经有280年的历史 是国家二级古迹 当然也是重要的信仰中心 做北朝南的龙山寺 由前殿 正殿 后殿 还有左右护隆构成 是古典的三进四合院的宫殿式建筑 今天的看板人物陈冠周 2014年接受了 乐高世界遗产展的邀请 拼出了龙山寺 也拼出了台湾特色建筑 实地调查龙山寺的每一个细节 这位看板人物发挥了想象力 以及对于乐高积木零件的充分了解 他花了足足三个月 用掉近四万个零件 于是拼出了这件缩小比例 精彩绝伦的龙山寺 嗨 各位看板人物的观众朋友 刚刚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个令人叹为观止 美伦美奂的乐高龙山寺 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欢迎创作他的这双手 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 是台北迪化街的乐高积木一郎 一起欢迎陈冠周 冠周 欢迎欢迎 哈喽 哈喽 应该是谢谢你 接待跟欢迎我们来到你的一郎 多少片 四万 四万片 他创作到现在多久了 这个乐高龙山寺 到现在多久 我有点忘记了 一两年有了吧 好 我们现在先环顾一下 等会儿会跟观众朋友介绍 这是大陆斑笔 因为他的眼睛就是斑笔的那个 好有眼神 露眼睛 露眼睛 对 然后这个是 我们大的是给大家参考 小的在 我的是小的那边 这个是好 小的其实不见得比大的好拼 其实小的还蛮难拼的 因为你细节还是要注意 细节不能解画 而且它里面 因为你知道101是斜的 其实它不只有八层嘛 然后每一面旁边都是斜的 我为了要做这个斜的 所以里面很多转折 因为用了一些零件 然后卡进去 好 等等一定要拆开来 了解一下 然后台湾黑熊吗 对 台湾黑熊 黑熊 然后这个是 铁道布 所以这也是建筑 你比较多的 你自己应该说擅长吗 还是你会喜欢 第一个想做的是属于这个建筑序列 第一个是 因为我当初玩乐高 就是喜欢小人国的感觉 几岁的时候开始 其实小时候就有玩过 那后来国中就觉得好像很幼稚 就把它丢了 然后一直到大学才会来玩 你在玩乐高的时候 通常废寝忘食最长可以几个小时 就是你一直在拼 然后不准时间过去 像龙山寺 我不要做龙山寺 所以我离职 然后去做这个 我连续三个月都在做这个 就我刚刚讲的 除了吃饭洗澡睡觉 我全部时间都在做这个 连续三个月 我们做的时候 你是一个一个做 然后再把这个群楼拼起来 对 你做的顺序是 跟我们这样视觉看到的一样吗 不一样 我一开始是先做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边 可能比较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一边这部分 因为它比较复杂 那我就想说我先试做这一角 我当初就做这一角 然后一个晚上我就想说 要怎么配色这样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一样 然后才开始这样做整个 这个将近三百年的建筑 我觉得让我绝对敬佩你的地方 因为它考据太多了 而且随时大家看完你这个之后 马上就到龙山 万华龙山寺去 对抄一下 所以在考据上 我们先来看好了 我看到这个 这斗拱 对 这个斗拱 就是这里面最妙的是 我们在整个龙山寺里面 观众我们的慢慢介绍 有很多这个小零件 其实它原来 因为乐高并没有这个龙山寺的设计 对 对 你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 有哪些是你上天下海找到的 比如说这个是 因为当初我在找零件的时候 金色零件特别少 比如说这个 我就找到这个 我就觉得它很酷 因为它正面其实是这样 它正面其实是一个机器人的上半身 就是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胸膛的地方 所以仔细看它是一个机器人的上半身 对 它两边可以夹手臂 下面可以直接组下半身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可以组头的部分 对 因为乐高的那个小人 它们的那个头都是要有一个这个东西 焊上去 就直接可以组上去 然后 所以你在做斗孔的时候 你很快就想到了 你曾经看过这个机器人的胸膛 可以拆下来当斗孔吗 对 我是去龙山寺拍完很多照片之后 回来 然后才搬金色零件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像龙山寺的斗孔 所以我就把它想夹在这边 观众朋友你看这边 这个 这个 这里 好 这里 这是那个 这个 要抓小偷的手铐 它原本是用在这里 喔 太妙了 它可以夹在人偶的上面 好 让我来对比一下 就把它手铐着 然后就把这个零件拆来 然后放在这个 这个山墙的地方 你自己 找到后来 match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笑出来 就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其实我玩乐高的乐趣就是在这里 好 我觉得大家觉得最好笑应该就是这个 龙 就是之前我在展览嘛 然后就有个小朋友走过来说 大黑白哥哥你这边不是龙山寺 他说你这是蛇山寺 因为上面都是蛇 我用了非常多蛇 你看到这个红色啊绿色全部都是蛇 可是它在意象上很搭欸 对啊 就是你远看会觉得它好像就是龙这样子 对啊 这边有零件 然后我还特地买了 就是两种颜色的蛇 因为它只出了两种 嗯哼 而且绿色还比较贵 所以我绿色用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还有轮胎是用在什么地方 轮胎在后面 好 就是两边都有这一侧这边 哦 OK 那给我看一下 是车子上面的吗 对 它是用在这个地方 就是车子的档泥板 哦 这你也想得到 因为我找 我找 其实乐高找不到圆形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我用两个档泥板 然后变成一个圆 一台车子就有四个轮板 所以刚好有四个 好 然后这样子看官看出来了吗 这样拼了 就变成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龙山寺的这个圆窗 嗯 让观众朋友理解一下好 就是这个龙山寺它的诞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 是你可以拼 拼出这个好美的作品 呃 缘分哦 当初是 为了要办展览 因为我们有一个台湾 乐高世界遗产展 然后因为台湾没有世界遗产 嗯 所以我们就这个团队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来弄一个什么 台湾特色建筑展览 我做街景嘛 街景有其中一栋是小的庙 我称它为黑白宫 因为那个不是祭拜什么蛇 而是我自己自创的庙宇这样子 不然给你一个这么大的任务 对 我就想说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今天要挑战 可爱哦 所以你就YES 对 当然YES 嗯 然后马上就跟朋友去趕快拍照啊 因为只剩下三个月 那时候有点紧张 我要去找那个施工图 哦 我去找那个平面图 修善 因为我是从书籍看到的 然后比如说这边有多少柱子 然后龙柱有几只 然后在哪边 比如说你看到这边有龙柱 上面是有做龙的吗 我看一下 哦 这边 这个地方 这是龙头 哦 所以它不只是为了 你不只是一个凹面跟凸面的效果 真的真的 我这样看看到了 对 里面都有做 然后它的位置在哪边 比如说这边有很多供品在 拜拜用的 我都把它做出来 然后像屋顶 因为我那时候去拍照 我只能站在下面嘛 我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拍 哦 不行 所以我找了Google卫星图 就卫星图空拍这样子 然后去看它的比喻是怎么样 嗯 然后再来乐高做 做建筑 你抓的比喻是用人偶去抓 比如说我人偶站在这个房子里 我不觉得建筑物太大或太小 而是它适合走进去住的感觉 你觉得在乐高这个作品里 你特别还想跟观众分享跟介绍的 经验意义有哪些 我觉得乐高 因为你知道它是正正方方的一个积木 那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是这个鼓楼 你可以发现鼓楼其实是六角形的 它跟其他这种建筑是四边形的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变成说我六角形 我只有两面是真的有连在下面的 其他四面是浮空的 那你那时候怎么样克服 它其实很麻烦就是我刚刚讲六角形 玩过乐高就知道做六角形或是七角形八角形 就是很多角的建筑都比较困难 所以我只有这两面是组进去的 然后再来是你组下去之后你还要 上面又还要有那个 因为你知道中式的建筑就特别难做 就是它有这种屋檐啊 旁边还有装饰 像那个机械上班生又要挂在这边 所以我想了很多东西 里面其实是快接近时期了 它里面很多东西要转就对了 这是我家 那我的家几乎都是乐高 我们理事长佛琪他还说租这边 他说这么贵 然后感觉就是很不划算 因为租台北市 然后我们一半却又是给乐高租的 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陈冠州的租屋癖好跟别人不同 希望别富家具 这样才能让小老婆乐高全面进驻 很像中医抓药 陈冠州拿着盘子 专注的在零件柜前找积木 很享受被乐高填满的生活 但他说自己是金鱼的记忆 即使是一个小裁缝机作品 拆了长组不回去 就有点像你不可能叫画家 在画第二幅一模一样的画 那个笔触完全都不一样 你叫书法大师撇两笔 怎么可能长一模一样 这样等 脱口而出就是他的乐高哲学 更难想象陈冠州 其实从小有些内敛自闭 阅读就头晕 但画画能传达出他的心底画 这个有金属有沒有 金属又有生锈那种感觉 然后水泥墙又有水泥墙的感觉 我很喜欢去表现不同材质的东西 喜欢东西 舅舅的FU 更准确地说 陈冠州希望自己的作品 不只是形式 而是友人生活过的轨迹 就像他为了创作龙山寺 实地考察N次拍了几百张照片 像有人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边有灰色 那我就说 因为可能下雨啊 时间久了 还有时间感这样波落 陈冠州用细节展现人味 也带给乐高玩家们 跳脱乐高创作的习惯看法 那之前的创作的作品 我们颜色都比较单一 就是不会有做跳色 都是比较素面的 像这个也是比较近期的作品 它的屋顶就有做一些跳色 它最主要是带给我们的 颜色的色彩学部分 用不同的颜色来搭配 陈冠州不喜欢样板题材 爱找自己麻烦 像为什么做梅花露 就是因为乐高没有漸层色 它要挑战拼出毛色的生动感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就是印象牌 点描牌是用不同颜色 然后去混色 当你走越远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个颜色 好像就融进去 变成漸层 但是你近看 它其实很麻烦 就是一个一个 远看近看感受不同 拉出的是陈冠州 乐高视野的灵活转换 它希望西方的玩具 乐高 能更有台味 这栋算是日治时代的建筑 你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做 那种木头 然后斜的这样下去 然后眷村通常 它们都会挂国旗 这是毛玻璃 然后上面这是一般玻璃 用积木讲台湾故事 是它的梦想 缤纷的积木 堆叠出陈冠州的异想世界 这个难得的乐高职人 把大家对土地的热爱 一片一片耐心拼接 让共同记忆 有了全新的面容 好 这个不用介绍了 我们有两个台北一领衣 但这个是黄彦之医师 他做的 他做的这个是 有一个底板 然后把一块一块的 颜色拼上去 就是一片一片透明的领衣 把它贴上去 但它这个做的也很精细 因为它里面 还有做那个风阻尼器 做那个就是平衡阻尼器 平衡那个 如果地震的时候 平衡一零一大楼的 好 那这个是 我做的作品 小一零一 小一零一 刚刚讲了 其实具体而为的 它不见得比大的 在技巧上 要克服的困难要来得少 不一定 如果一零一今天是平的上来 那它就比较容易了 今天是每一层 它都要斜的出来 对 而且是四面 我一开始做好的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旁边是没有这个角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角又很奇怪 但我如果今天把这个面 因为这个地方是二乘二 就是上面是两格 这边也是两格 对 如果把它变成四格宽的话 它这边会打到 所以我知道旁边 然后它旁边的这个 对 旁边 你坐着脚就没有这么俐落 对 所以我就改成这个地方去弄它 去夹它 有点紧 所以这个就不是凹面跟凸面的扣盒 好像是我刚刚看到 你再把它打开 它是用夹的 你这个煤材是用 有点像是咬的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看这个黄医生的 当它在大的时候 它如何克服这个中间的 它也有它自己 它也是用把它接起来 但因为它大 它会有比较多零件可以接 那因为我太小了 所以我刚刚说 这边旁边是接不起来的 因为你只有两格的空间 对 我只有两格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刚刚好的 因为找不到刚刚好 所以我只能再靠一个零件把它挡住 但是我一开始都不知道 这个零件要从哪边去 算是固定它 所以我才刚好有这个零件 你印象你最深 就是你从小其实 就对于手作 你非常有耐性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画画跟折纸 画画跟折纸我可以一整天 然后不间断 我妈都不用理我 我妈就 我妈就说我从小就很乖 画画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折纸就一个人 我曾经 因为我喜欢折纸 然后我妈都会给我 可能是一两百块 然后直接到那个 书店 书店或是 那时候是杂货店 因为那时候书店很远 我就自己走到杂货店 然后我就说我要 二十包 一次二十包啊 二十包设纸 我就可以折好几个月 这样 我妈就不用理我 我就可以自己在家玩 我妈就会 因为会嫌家里太乱 她会拿垃圾袋 然后把我的作品 都包在一起 我曾经最高级就是三个垃圾袋 大 在家里 后来我妈会 因为我高中开始学美术 我妈会把我的画作 放在早餐店展览 就好像有点收集的感觉 然后每次上报纸什么 她也会贴在早餐店墙上 所以早餐的装潢都是我的上报纸 不然就是我的作品 其实刚刚龙山寺 那边已经有很多弧形的线条 你可以为我们观众示范一下 或讲解一下 通常弧形的线条 在基本的乐高积木里面是怎么克服的 伊甸园的苹果 这是我昨天花了十几分钟做的 比较小的 像魔术方块一样 比较小一点点的一个苹果 这样子 那通常乐高要做一个 其实跟画图一样 你叫一个人画正圆形是非常困难的 要画很圆很困难 那乐高也一样 你要用一颗一颗的东西 要做出正圆也很难 那像我做苹果 它就不是一个正圆 它比如说上面可能比较圆 下面可能比较没那么圆 那我就要考虑 就像做梅花路 我要去研究它的肌肉 哪边是肌肉哪边是什么 然后去做这样 所以它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凡是弧形 它大概你抓的就是一个几何的角度 对 用几何的角度 然后来呈现它这个凸面 跟比较凹面的那个落差 用这个方式来把它拼出来 对 等于是慢慢一步一步去拼的 所以通常拼完你会发现 也有等高线 你可以看 这是等高线 其实看这个等高线 就会大概知道说 你到底做的圆不圆 好 这个是在整个艺朗里面 我看了最久的梅花路 也是四万多片 对 四万多片 拼了多久 拼了半年 哇 这个时间好久 比我们看那个龙山寺还久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上班 所以我是趁假日 跟晚上回家的时候做的 所以是在纸雕那个公司吗 对 那时候还在上班 后来你毅然决然决定辞掉的 那一个点是什么 做龙山寺 就是如果不辞掉的话 实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完龙山寺 然后我会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团队 对不起团队 好 那我们看这个路 好 我们知道是在它 一边有工作 所以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把它做出来 对 把它做出来 刚刚我们从看过苹果的时候 对 我有一点点现学现卖 所以这个是等高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腿的 这个躯干的弧形 对 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用苹果讲的 一层一层 后面是等高线 后面是你在拼这个梅花路的时候 所有参考的图样 对 那时候我在 我上网找了很多照片 然后比如说我的电脑荧幕这么大 我就小小的摆满这个荧幕 我要边做的时候 我就要边看 梅花路的各种角度 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你必须要参考 它各种各样的姿势 那时候的原因在哪里 如果我不参考的话 我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真 可能会比较像玩具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胖胖或娃娃那种 那我想要做出有铃有脚 然后有肌肉 比如说有关节长什么样 比如说它的体子是 因为你知道动物其实是在垫脚在走路的 跟人不太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在桌上 在做这个体的时候 我就开始 因为你知道 这后面有透明连接 就代表它是垫脚 那如果不用透明连接 它可能会跌倒 因为我的梅花路没有黏 完全没黏 所以就开始这样做起来 对 然后这一边的躯干跟下 确实没有错 看到它的那个肌理 还有那个 好像感觉这一头路是 它走到一半停下来转头再看我 对 我想要呈现就是这样子 就是它好像 那一瞬间 我把它用相机拍下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先来看它身上的斑点 对 我对美术真的没有那么懂 可是我觉得 它好像是个墨内的画的3D立体 对 它身上这些梅花路的这个斑点 当时曾经带给你 有没有过瓶颈啊 一开始是想要做大概150公分 然后我就想150公分 是多少科技木的高度 我有去算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这边大概是几分之几 比如说我是用照片去算 比如说它的背大概是几分之几 我就去算说头的高度要多少 然后脚的高度要多少 我那时候算好像这边是几颗 那我就只能用几颗去做猪腿 我做超过的话 我就是打掉重脸 因为它会跟比例不 对我如果做大的话 我上面就要跟着大 就无限大 所以我就只能就是把它拆掉 所以你说过程 当然会一直拆拆拼拼 对啊 但是这个跟你从小的美术的底层有关系了吗 就刚刚讲到那个印象派的画作 因为你看我就是用混色 因为乐高没有漸层的零件 完全没有 对对 它没有颜色多到可以让我从这边偷轰尘亡人的lens 没有办法这样做 它只有几种 比如说我用了五种颜色去把 看一下喔 1 2 3 4 5 从下面数可能比较快 就是这个最浅的 我们叫做沙色 乐高它有自己颜色的名字 那比较深一点的叫深沙色 然后这个是深肤色跟暗橘色 然后上面是咖啡色 所以有五个颜色 扣掉那个白色的斑点 所以你舍掉了我们印象里面真正的橘色 就乐高橘 对乐高橘因为它 太亮了 因为动物不会有橘色 这么饱和的颜色 它其实是比较自然一点的颜色 就是阳光打在它身上的颜色 不可能会呈现橘色 这么橘 这个鹿角它其实可以拿起来 鹿绒 鹿绒 大家要念对 哇 里面这个我叫科技底件 因为你看它这么细 乐高这么细 它就是一把就起来 所以我里面这一段都是用这个零件 它其实扭不太断 它就是 它如果断都挺多到这样子 因为里面是科技零件 可以看到里面 那我们讲过 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等于像一个joint 让它有一个弹性 我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我可能放在这边 它的脚就自己会断掉 对 因为我乐高没有黏 所以这是你做多了以后 你自己要想出来的 我想请问 像你做这么大型的作品 当然这个是当初 乐高希望 大黑白灌旧 他能够把它们创作一届 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art piece 一个作品出来 这一颗痘痘啊 我们讲五块到六块吧 如果是上网看的话 平均一颗大概五块到六块 那还是网价 网络价格 所以这一个四万多片 所以他自己的做 即使做商业乐高职人的收入 他是没有办法常常 若以自己的经济力 是没有办法常常 创作这样的大型的piece 我自己是没有在算这个东西 不敢算 但是目前是可以这样子 你是用打平这个标准来 有赚 有赚 全台湾像这样的乐高专业职人 有没有十位 全职的话应该没有超过十位 没有超过十位 大家都还是自己有工作这样 好 其实冠州刚刚在节目里面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最有兴趣最在行的是 很多建筑 其实乐高游台湾 现在在高雄展览 但是我们扣过这个来巡礼一下 这我认得中正纪念堂 是 好 这个是新竹东满城 这边 这是我家的 苗栗龙腾断桥 你是客家小孩 我是客家人 客家人 这个是 它就是断桥 就是掉下来的 所以它就是有一段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好 这边 这个是红毛城 红毛城 对 我去过丹水就知道 好 那在这个里面 中正纪念堂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为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你心头 然后半年来 六个多月的时间 你心里面都是这一件事情 对 卡了很久 卡了半年 对 其实每个作品都有 都有 因为你想做到一个什么样完美的 六角形的呈现 这是很早期很早期的一个作品 它是我当初就是为了要挑战六角形 因为我那时候玩乐高的时候 其实乐高零件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所以我做六角形 其实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可以掀开来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它其实没有黏住 它就是这样放上来 你做所有作品 就是保持一个乐高精神 你从来不用黏激 对 不用黏 去处理它 刚刚龙三四七有讲到 就是你做六角形 其实没办法拼上去的 所以我变成只能放上去 但我不可能作品就是放上来 然后随着它摇晃 然后就会掉 所以我变成要 然后用一些零件把它卡进去 所以这个也是你另外再从别的东西上 就是我是靠这一支 然后比如说它放上去之后 这边就可以把它这样卡进去 然后它是靠这个东西去压住它 那这原来是做什么的 这个原来是在这 这原本是一个像轮框类的零件 对 就是它是这样子轮框 就把它压住之后再给它一个盖子 所以怎么样的去固定这个六角形 你竹竹想了你六个月 半个月时间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热膏一定要拼上去 结果不一定 放上去也可以 就是我放上去也可以 我再用其他方式去把它卡住 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你大黑白玩热膏里面 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从这个以后后面你这个卡榫 跟衔接的这个你可以运用到很多 对很多地方 比如说做龙山式的苦肉也是用这个做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里面 它这个也是一层一层 也可以拆的吗 这个 这个又比这个更早 这是我在大学 因为我读新竹嘛 因为常常会经过 经过东门城去把它做出来 你在从小 你说你很喜欢美术 我觉得你那个喜欢就是 也许你上课也会画画吧 会啊 考试也画 就画考卷背面 一定要画 我印象很深刻是 每周几乎都会考生字嘛 比如说这一课 然后有什么新的中文字 然后要去学这样子 然后我每次都记不起来 我每一趟只要考生字 我都是被打最惨 因为老师就说 错一个字就要打手心 那我都是打最久的那一个 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写 那你会很 可是我现在感受到你啊 28岁的那个冠州在我对面 我觉得你很 很乐观耶 所以以前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阴影 没有耶 我最有自信就是美术科 所以人家讲人家的 你自己 所以我把每一堂 比如说国文英文数学 全部都变美术科 我都在画那个课本的脸 比如说国文课 不知道什么孔子 就开始画脸 对 我们大概只在边边角角画一下 对啊 就是很喜欢画这样 当我们人生到了某个阶段 他会很担心 他请全力喔 投注在自己的热爱上 怎么样维持 怎么样营生呢 其实我觉得生命自然 会找到粗鲁啦 对啊 其实不用硬要去怎么样 因为我从小我也没想过 我未来是做乐高的 就是做乐高创作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那个作文自愿 我都是写画家 但我后来有达成大概一半吧 因为我有出过绘本 因为我以前是画插画的 那现在又做这个 这个事我完全没有想到说 我会有一天回来玩乐高 因为我国中那一段时期 觉得玩玩具很无聊 很幼稚 就把它丢了 所以我后来长大大学 我还想要去把乐高找回来 但是找不到 我真的是丢光了 就是完全找 一刻都找不到 我后来就去 就又买更多 就把它买回来了 你觉得在你做了这么多 不管是街景建物 或是展览里面 什么样的回馈 让你在那个时候 会觉得很值得 第一个是 我终于做完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 终于把这个给做完了 是我自己 给我自己的回馈 就是那种成就感 是从小时候就 就很喜欢 就做完一件事情 到现在都没做 因为我其他地方 都没有办法达到成就感 就是被打 然后成绩又很差 所以就是从创作 然后再来是 发表的那一天 我把我的作品 因为我 一开始其实不太会解说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是靠写文章 因为以前我的文笔也很差 我是为了要 把你的热爱跟大家分享 对 为了要分享我的作品 所以才开始练一下文笔 然后大家就会在下面留言 所以还好现在是一个网络的社会 不然我可能没办法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到 好 所以我很感动 我在这边听你讲看你的眼神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回馈 其实就是这个作品的本身 因为不管你分享或完成 就是你跟这个作品之间的 对 它就是你最大的回馈 它也是从你的手里诞生的 最后就是掌声 大家的掌声 谢谢 谢谢冠州 在网络上它叫大黑白 它还有好多作品 我们没有办法拍完 跟在今天录影的时候完全呈现 祝福你 谢谢你 带给我们这么 这么甜美的那个幸福 然后也期待你的雷茶 作品带生的那一天 我们会再来拍 我现在是在赶工 加油加油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现在Anna就要把它 再煮回去 对 再煮回去 然后让它换一个全新的面貌 对 没错 大家要先记得 刚刚那个甜美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它单身了 对